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關愛子遊戲頻道 戰役 全新賽季正式開放了 於9月1號上線來到S12 包含全新兵團 時裝 6v6競技場 我相信新模式是各位最期待的 來 跟我一起喊口號 最偉大的皇家競賽 本季主題 羅馬競技場 角鬥士 於戰役紀念1063年 二塞蘭帝國攻陷軍廷堡 覆滅巴塞勒斯帝國後以東羅馬為時空背景 擷取羅馬競技場 角鬥士等特色作為故事主軸 我跟各位說 競技場真的超刺激 不扁個你死我活 比想從裡面走出來 馬上帶各位進入競技場 規則部分 總共10分鐘採取6v6對局 佔領其字典讓敵人幾分歸贏 即可獲勝 當然如果你能把敵人往死裡打 也是會贏啦 每名玩家最多擁有兩次復活機會 只要你能多打掉 他就沒辦法復活 真的很傷吼 你自己想想 一隊裡面少了一名玩家 就是5v6欸 說說積分 剛開始兩隊都各有500積分 而地圖上只有一個旗幟點 只要有一名玩家佔領住 敵方就會開始扣除積分 記住 冰團佔領是無效的 所以不是叫冰團呆著然後你出去殺吼 需要你本人武將佔領 根據時間和半徑 扣分速度也會改變 基本的時間軸必須記一下 剛開始的40秒內不能佔領 算是讓玩家們比拼低波 拿下首殺 贏家才能領先嘛 40秒後開始佔領 半徑16公尺 每秒扣2分 5分鐘後 旗圈縮小 半徑13公尺 每秒扣5分 8分鐘後快結束了 半徑9公尺 每秒扣10分 懂了吧 大概的積分機制就是這樣 佔領是主要的勝利條件 贏家就是能持續在旗圈內待著 問題來了 不就整場都要在中間打 當然沒有 這樣會不會太無趣了吧 遊戲開始後 75秒 也就是遊戲上方時間8分45秒的時候 會刷新3個角鬥士Boss 在地圖的左半部 只要擊殺就可以獲得額外兵團 而且擊殺其中的冠軍Boss 會有額外4名角鬥士加入隊伍 重點來了! 這些角鬥士等同於玩家 可以幫忙佔領首點 原本6V6 直接變10V6 我就問你重不重要 7分時換成一群中立步兵兵團加入 也是在地圖左邊 這些都擁有高額傷害 只要擊殺同樣能達到額外兵團 最後一波 6分騎兵兵團加入 會繞旗帜兩側才往旗帜充 不一樣的是會從地圖右邊開始 然後兵團傷害是最高 擊殺同樣獲得額外兵團 至於額外兵團到底有哪些 可以到官網看看 我就不一一解說了 整個競技場越後期越殘忍 時間上必須多加注意 像是8分30秒 3位BOSS出來 可能你就可以提早帶兵去卡位 有沒有 反正只要擊殺冠軍 隊伍就會越來越多人 不管是要佔領旗帜點還是防守不積點 人多是眾嘛 完全不需要擔心 對了 最多可以組兩名玩家加你三個人一起出征 朋友該叫上了吧 接下來 乖哥會玩一場給各位看看 看過一遍 自己再玩會更加熟悉 武器開始 已經等不及要觀看這場血腥刺激的表演了 血腥刺激的表演了 歡迎我們冷酷殘暴的決鬥士 這畫面真的很棒 不得不說 這畫面真的震撼 來 趕快 趕快 第一波搶補擊點 炸炸炸炸 我靠 對面好快 來來來來來來 堅守堅守 好像可以打好像可以打 第一波就能夠刺激嗎 好 有一個 一個落跑的 嘿嘿 倒地 打最穩 打最穩 我來控制這裡 你交給我 不用擔心 隊友們 快快 殺掉就是我們的了 nice 佔領欸 對面已經沒了 好 那我們佔領就穩了 你們看 那個上內的分數 對面已經一直在扣了 扣2扣2 基本上只要 唉 最後一波那個Post起兵真的 超級痛 喔 我們的兵來了 外面還有弓箭手 來啊 再來啊 來啊 發信 下去 順庙我的騎兵陣手 結束 已經來到了分數扣5的地方了 這就是最後一圈了 感謝各位 讚讚 佔領騎士是最重要的 好跳舞欸 我沒有光好帥 欸 還行啦 還行啦 競技場介紹差不多了 接著 蛤 你已經想要玩了 等不及 當然沒問題 但在加入遊戲前 別忘記先拿個獎勵啊 影片下方資訊欄有新手碼 新加入的玩家都能令趕緊輸入 賽季第二重點 全新兵團 三大角鬥士帶你夢回角鬥士時代 重駐不朽榮光 分別為三星、四星、五星兵團 今天介紹著重在三星和四星的部分 五星的話簡單帶過 因為還沒推出 詳細資訊要等到10月3日 可以期待一下 三星分級者 對死亡的恐懼 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可以說是角鬥時中最會跳的角色 短鍵配上輕甲 特點 無視格擋 並在短時間內提升傷害 技能一 迅捷之刺 快速兩次 無視格擋的刺激 刺完後 往後跳以保持距離 一個打完就跑的概念 欸 戳你幾下 然後落跑 而且往後跳的同時 傷害也會自然的轉移給旁邊小兵 對敵人來說 真的頭疼 還有還有拿來破盾 打一些卡點的兵超實用 技能2 收割之刃 起跳重擊對士兵造成硬直 隨後連續施放將持續斬擊 整體傷害非常高 兩項技能你覺得如何呢 我自己的玩法啦 就是先用收割之刃打一波高傷害 再配合迅捷之刺拉走 等到冷卻時間結束再一波 啊 畫面看起來就是跳來跳去的 而且如果沒用技能 砍兩下也會自動往後翻滾 這點絕對是他的特色 很靈活畫面看起來也很有趣 四星莫米羅鬥士 戰勝自己才能戰勝一切 短劍配大盾 哇賽感覺用盾牌打人就特別爽 唯一技能中盾強襲 向指定位置快速移動 並在接敵後舉起盾牌擊飛敵人 隨後再該位置列陣 基本上就是衝鋒盾加擊飛 打完後再做一個防守陣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像進攻版的撩動 雖然沒有平推但有更快的衝鋒盾 我覺得偏向於低線的交火 你覺得如何呢 五星重槍擊鬥士 三叉戟配上頭毛 不得不說那個三叉戟真的帥吼 如果加上漁網絕對更超 不過這樣已經很滿足了 而且三叉戟一直讓我想到水星蝦 好啦作為高機動輕步兵 他們擁有強力的單體爆發技能 先用頭毛削弱敵人 再用三叉戟收割 而且所有攻擊模式 都可以用殺戮印記來標記敵人 降低敵人傷害同時 大幅提升自己的傷害 OMG超期待 尤其頭毛光看預告編就覺得好刺激 三星四星五星兵團介紹 你最喜歡哪一類呢 乖哥不用說 先選五星兵團 等到10月3日就能體驗 賽季更新重點 競技場 新兵團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都歡迎留言在下方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想一下我們該如何稱霸 最後帶各位逛一下全新的UI介面 整體都有優化 像是活動介面 調整為更扁平的設計 活動鋪滿整個螢幕 並且增加每個活動可展示的空間 匹配介面 重新歸類了各個玩法 讓玩家們能更方便找到自己想要玩的模式 還有賽季美洲故事 調整手藝並增加旁白語音和插圖等等 在以前玩家們對這塊沒有那麼感興趣 有滑到也是馬上跳過 可能就是畫面呈現沒那麼優吧 現在多了旁白的插圖 我相信能改善不少 吸引更多玩家關注 以上見面一系列的優化 整體不管是視覺操作體驗都順暢了很多 非常舒服感謝官方 戰役新賽季介紹告個段落 祝各位新賽季遊玩愉快 熟練新兵團拿下你想要的榮耀 這次最喜歡的還是大經濟場 6v6關在一個區域互相比拼是真的爽 也融入了BOSS元素讓你不只是跟玩家對抗 還要想想AI如何運作 畢竟AI也不是省油的燈 當然經濟場也有比較佔優勢的兵團 乖哥我還不是很專業 你們可以研究看看 哪些兵團適合卡點佔領 哪些兵團專門輸出 甚至繞後 研究出一個自己專屬最強的陣容 加油 祝各位遊玩愉快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感謝你看到最後 我是關 別忘記錄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